报告 水军下部长到 一样 敬礼 诸位请坐吧 坐 好不好 面对两个抢手 不知道该怎么打的吧 真的犯难了 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要说一对一我们没问题 对方无论是抢手还是弱者 我们都有一套作战方案 可是现在是一打二 所以呢我们一直没想出好法子 要不首长给我们出出主意 我也想不出点子 所以才跑到你们这儿来了吗 那谭组长对今天的事怎么说 认为搅局搅得好 而且专家也觉得很有意思 明天就要开战了 你们没有方案报上来 我这心里面也没有底啊 现在首长要求我们三方 看谁损耗的手 看谁占的地盘多 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那说说你的看法 是 我们来得晚 九个作战分区呢 我们只有一个 所以想胜 必须抢夺别人的地盘 可是现在夺谁的地盘 谁都不高兴 对吧 是这个道理啊 那我们现在属于夺野男 打野男 那么这个局面的话 我们不如不求其胜 但求其事 说你的想法 是 不求其胜的意思 就是不在胜败上去计较 胜败 对于我们专业蓝军来说 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 我们要抛弃胜败的想法 我支持孝生的想法 我支持孝生的想法 那我是继续说 还是应该不说 当然是你继续说了 你要是没招了 我们再众人拾柴 好 那求其事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抛弃求胜的包袱 我们搞我们的特色 我们的特色 就是模拟敌军 我们在五峰山这个场子 好好地造造声势 在全军面前晾个箱子